撞紧了 今天把他爸爸抓起来了 现在昏迷指数是三 所以我常常说 能够活到今天 五十三 福报真大 有的人早就死掉了 要碰到那种爸爸 虽然我爸爸真的是也不错 你看还没有把我抓起来撞墙 昏迷不行 少了一个高僧大德 就这样 啪 所以再怎么说 我爸爸还是不错 真的 抓起来撞墙 拖房 抓起来 所以佛门就这样子 你只要进入佛门 随便持哪一条戒 你都受益 就持一条不喝酒 不饮酒这个戒 哇 不得了 今天他的爸爸要不喝酒 没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只要这个人进入佛门 我们都要呵护他 要随时赞叹他 这客家话讲的 不简单 不简单啊 客家话讲的 不简单啊 何况说在座诸位还好端端的坐在这个地方 听经文法 了不得 师父赞叹大家 只有律师 承道 报亲恩 才是修行的正因 底下 母母是 初任世物 出书记子 每天需要面对一些来来往往的信众 一遇出家不久 善不知如何应对 尚无在招呼一些信徒以后 老上就对母母是说了 所以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 他们才有分这个平复贵贱 这个世间人太明显了 大牌医生晚上看病 还要院长 院长吩咐下来 这个主治医师 大牌的医师才要看 没有身份地位的人还不行 那个医生还不给你看 这指的是大牌了 大家看病要找大牌的 我告诉你 你到百货公司期 你要找什么 找名牌 只要走近我们来 就没有再分别高下 无论是贫穷人 是富有的人 是贵 是贱 一利与慈悲心 平等心的对待 诸位你看这广青老师 在生活当中 用这个转化的过程 一念之间就成佛 就是要慈悲心 要平等心的对待 生生世世 要广结众生的善严 这一句话是师父一直强调的 你务必要跟众生结善严 这样子我们在成佛度众的过程中 才会有殊胜的因缘 所以因此我们要自转因缘 做人不能太极端 众生也伤害到极点 走极端不好 不要说众生有善有恶 一切的善恶都是我们的心分别出来的 万法本来是平淡的 如果真正会修行的人 一切的善恶众生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这个广青老师实在了不起 讲得真好 讲得真好 善的众生恶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十方施足不施三宝 重重福田 而常住也需要回施十方 所以十方来 这么样十方来 就十方去 一切众生都能猛受恩责 我今天慧立法师也是如此 我们把它转化成VCD 印经典 散播到十方去 传摩师跟传摩师 在课堂 以及弘一大师 谈及弘一大师 有一个法师是这样念的 说传叉师跟传叉师 我说法师你这样念 好像怪怪的 他会以为这个不是叉吗 我说那他如果画一个圆签 我就传千诗 传千诗 你真是善良到极点 有一点笨 他是不好意思讲名字吗 传叉师传叉师 传摩师跟传摩师 在课堂谈及弘一大师 两人颇赞叹 这个大师再来的功德 而自己惭愧 自己是凡夫 翻过来习气无名赤胜 那和尚坐在旁边 听了就说了 小的自己是凡夫才好修 就怕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凡夫 你就一天当然想做圣能 就糟糕 做凡夫比较 好 如果了解自己是凡夫 要转换成圣能就快乐了 很快了 我们要在一切的烦恼中 好好调理自己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有烦恼才有办法修行 一切事情你通通顺你 我告诉你 没有能忤逆你 没有能顺从你 大家都顺从你 你根本修不了行 感恩这些给你烦恼的众生 我们有了烦恼 有了打击 重复的调整自己 就经验第一地就跑出来 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事 好好地调理自己 你才能够认识 你才能够认识 中到第一地 经验的第一地 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事 等调理得当 自然智慧就明朗 无名就散去 这就是参自己 在一个常住中 修苦恨 修久了 自然也了解 别的丛林修苦恨的意思 修苦恨是除妄念最好的方法 意思就是 我们要吃一点苦 而且当我们苦恨修到了 将苦化为乐 众生人家赞叹你是乐 毁谤你你就苦了 我们健康是乐 生病你就苦了 是不是 跟人家相处的不来就很苦了 你要是能够把它转化成 这些八风都是不动 乐就产生了 自然一切事情就会明明朗朗 无不同想 而智慧大开 所以这花开见佛 就是智慧开 极见自信佛 所以智慧开 极见佛 我们修行主要是 专心于佛号 心心念念不离佛号 是提 坐物 都是随喜 坐的 是双手 双脚 一切的坐物 是提就是这样 这个设身的意思 扫地也阿弥陀佛 主菜也阿弥陀佛 念念阿弥陀佛 事事随喜 不过爱 之后那个喜子很难 我们众生的毛病就是 不知不觉就讲人家的坏话 不知不觉就批评人家举计话 自己没有觉察 讲了以后 不是我爱说是非 再讲下去 就是非就来了 随喜很难 不过爱更难 什么事情 过去不顺利的 一直讲 一直 过爱 哪一个得罪你 或者哪一个伤害你 哪一个毁谤你 哇 那个恨死对方 到今天哇 一直挂爱 这个念头转化 没办法升华 不晓得过去心不可得 当下这一念 转化了 不过爱了 心则渐入西方境 诸位 如果不做这个心灵的 升华的转化工作 你怎么样进入西方 我就存疑 一天到晚 在大殿念 做早课 做晚课 下来 凭死命的 跟人家斤斤计较 百般的计较 诸位啊 你的西方极的世界 在哪里啊 太遥远了 底下 如果要审切烦恼 凡事当随从大众 或他人的意识 不可强究自己的意识 只有自己的事情 可以听自己的意识 这是忍入的方法 你看这个广情脑额上 他很平淡地在开示你 我告诉你 每一句话都是道 每一句话都是正法 你再念一遍哦 如果你要省掉一切烦恼 凡事应当随从大众 或者是他人 千万不可以迁就自己的意识 迁就自己的意识 只要就是无名烦恼习气 只有自己的事情 可以听自己的意识 这是忍入的方法 很平淡 但是很重要 中午 叉叉丝 不对 磨磨丝 随师父往工地 师父指着刚去掉板膜的墙壁 就说了 说这个墙壁啊 可以维持几百年 没问题 这个磨磨师啊 说真好 就这样几百年传下去 这个成天事啊 将来会成古叉 出高声 底下就是点点点 很多的意思了 师父说 广经老师就说了 你们要好好的苦智修行 来世转难众生 沙弥出家 来做圣身 诸位这个是站在菩萨道的角度说 这个印光大师是反对这样子理论的 这印光大师 尽生尽世 就要决定了生死了 你怎么可以等到来世 这印光大师讲得很清楚 来世 在脱胎生人 在做圣身 普度 无量无边众生 都不能发这种愿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下辈子会不会迷不知道啊 下辈子再迷了你就糟糕了 每一个高僧大德讲的各有他的角度 广经老二上意思就是你要行菩萨道 印光大师是了生死最重要啊 那个行菩萨道摆在后面啊 摆在未来啊 佛也是人去做的 不会修照样度下去做畜生 要誓愿做佛 心归信徒叫做魏某某 请师父叫他坐禅 师父说念佛又可以 念佛念到正念线前 没有杂念 有没有杂念就是没有射身相位处罚了 心安定下来 自然就会做得好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坚持 是我这里不注重坐禅 我这里注重物 而且做得久 你只要心安定下来 自然就会做得好 而且做得久 这是最快的方法 否则一做下去 都是妄想分练啊 师父在课堂对某某师说 修苦恨是从苦中 夜修夜不觉得苦 注意啊 这个苦是十方三四 一切诸福的良师啊 夜节的修行 夜不觉得苦 而且渐渐觉得快乐 轻松 并没有感到是在工作 这就是业障 业障 渐渐在消 其实你看最近 从苦 再来转成轻松 再来就 在工作 也没有自己感觉 自己在付出什么 有无所执着 诸位 这是 难道不是心灵的转化 功夫吗 除了心灵的转化 功夫才有办法 有的人是越修越烦 越修越烦 若是夜做 夜节的痛苦 烦躁 那就是业障 在翻脚 广情老师上次 台湾 讲闽南话 给这个 尬 脚就是尬 是翻脚啊 是中国大陆 不然他看不懂的 翻脚 台湾话很有意思 我告诉你啊 这国语 还是比不上 台湾话来的精彩 我告诉你啊 这台湾话很精彩的 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地方 我这样子 一巴掌过去 他的名词叫做 叹 叹啊 这个人站在前面 叫做巴 巴 那如果一个人 从头顶上 叫做卡 从下巴 叫做火 哇 哇 这台语是 真是妙 美妙的不得了 哇 它什么都是 很有味道的 那个实在是 这台语就是 很会形容 很会形容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叫做没在笑你 你叫做笑 你算什么东西啊 国语没办法形容 国语就笑你 他也不甩你 是不是啊 国语就不甩你 没在笑你啊 肯德基的广告那个 肯德基是没在看广告 好的 讲到这个语言 这个美妙 那就是业障在翻角 不要以为佛菩萨是多苦啊 佛菩萨已经从苦中磨得业障消除 没有苦感 做什么事都已经轻松自在 而不觉得在做什么 有些没有挂碍 当然不觉得在做什么 也不觉得自己在度众生 为什么 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可度 有众生可度就着了 就不离四相了 我相能相 众生相受指相 师父说那些往生西方的人 都是念佛专一 而且能够忍辱吃亏的人 诸位 这一句 你一生一世 要这四个字背起来 受益无穷 忍辱吃亏 你今天你吃了一切亏 我告诉你 你赢了极乐世界 你今天今生今世 出处占三丰 出处赢 你输了极乐世界 输 翻过来八十页 师父在课堂对某某师说 论人的是非取直 心里起不平烦恼 那就是自己的错 因为没有见到 毕竟空性的平顶心性 叫自己的过失 你不要去管他人是是非是取是直 那取直就是对错了 这个取就是弯了 弯就是不对了 直就是对了 一切忍下来 什么事都要忍下来 自心安之无事 那再就对 这个就是功夫 自己也无犯过失 这是修行第一道 就忍入就是 忍得过万法无罪过 你听得过追记啊 很重要的 忍得过万法无罪过 你要忍得过 忍不过万法就通通叫做错 你再对也是错 你就是对 忍不过你还是错 所以忍得过万法就无罪过啊 也是罪上修道之法 师父不在的时候 碰到事情静言 要记取师父承说的教诫 那我们今天来研读广青老上开示录 那么他就是在教育我们 你碰到什么事情 忍之 心就安 能人自安啊 这是最好的一帖药啊 所以要记得 你大我小 你善我恶 你是我非 你好我坏 日子就很好过 曾经撒扫臂啊 师父对弟子某某是说 我们工作啊 不要说你现在在世里为佛做事 这就很糟糕了 为师父做事 其实一切的工作 是在为消自己的业障雇 这个太重要了 今天我们来这里的义工啊 发心啊 打扫啊 或者折这些 我们这些 寄出去的这些广告纸啊 或者是这些 讲堂的这些信职啊 或者是海报啊 诸位 这是消你自己的业障啊 你还要感谢师父啊 给你这个姻缘啊 来这里工作 还要感谢我啊 不然我不给你这个机会 你就没有这个姻缘 消自己的业障 对不对啊 所以来这里工作 还要感恩师父呢 感恩这个僧团 底下啊 说不要说你 现在是你为佛做事 为师父做 是在为消自己的业障 做才对 我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学的 你万法不可得 广经好像是个大色大物的人 哪里有可得 万法本来就不可学 不可得 只是扫扫地 做些苦恨 但是扫地 但是扫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要配合心境 记得扫地 配心境 扫地不能配合心境 那个扫地 扫地 扫心地 心地不扫 空扫地 这个扫地 还要配合你的心境 扫得快快乐乐 扫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要会扫 要能高高兴兴的扫 否则扫地扫得起烦恼 无名业障 反而缠上来 成天是正职 蔡宁老法师 主持打佛妻 上午老和尚在大殿 对参加佛妻大众开示说 娑婆 世界是我们客居的地方 客居就是暂时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是永远的 意思就是 不要执着说婆世界 一切皆幻化不实 如戏梦一场 到头总是空 其实这一句 悟得出来 就开悟了 一切都是幻化出来的 刹那之间变化了 几年后我们就离开了 就像做梦演戏一般的 到头来总是空 不要贪恋 说婆世界的一切 要放下万言 念佛求生西方 阿弥陀佛才是我们 究竟归一处 是我们的故乡 所以一心念佛 吃苦修苦恨 修行 不要在形式上 装饰我像 形式上就是 不要在表象上 装饰 意思就是 要在心力上 彻底的下功夫 这句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在表象上 不要着外面之相 上午 餐饮老法师 请老和尚到大殿 为大众开施 老和尚到大殿后 餐饮老法师 对众人说 你们有问题 可以请问老和尚 问如何得一心不乱 下面有人发问呢 答 要得一心不乱 必先无千贪 没有挂爱 没有散乱心才可以 这个千贪就是 对殊婆世界 一点都不贪念 随缘过日 没有挂爱 没有散乱心 才有办法 进入一心不乱 这个出家中 就比较容易做得到 在家中 则种种的俗物 牵挂 放不下 比较不容易办到 出家 出家人 身口一三叶 清静 都射六根 便能得一心不乱 打七念佛 为的是要得正念 或者是开智慧 是要去除 除掉外在这些 假象 设身相畏处法 要从内心解脱 得到六根的清静 六根 其实同一个清静自性 眼见 耳门不动 耳门 如如不动 鼻香 如如不动 舌尝一切 如如不动 六根清静 就是回归 同一个清静自性 出家人 也是要在打六根清静 而不是在打 吃得好 或者是什么 出家人 一切修行人 都要修这个戒定慧 俗家人 这修不妄语 就是不要说谎 等五戒 清理论三丈 也很重要 一边看 叫一面行 智慧开得比较快 精湛的智慧 在我们人的心中 你看 还是 佛法是心法 在我们心中 这个无量 无边 如海的般若智慧 不是用开示 或者讲经 可以开出来的 就是 没有这些文字像 开悟的人 不需要三丈 而不经典 通通在自己的心性当中 佛是尊 就是从自己的心性 开眼出来的 三丈神而不 这是一种般若智 由自心性当中 溜露出来 而世俗的智慧 这是一种凡夫智 是在迷幻境中 不自解 注意看 那个迷幻境 众生因为拼死命的执着 这个世界 以为是真实的 不晓得 这是迷幻境中 从来不觉悟 大学生的智慧 在佛门中 仍是小学生 大学生也没有用 你请台大的博士 哈佛的博士来 一点用都没有 那些叫做文字语言的观念 问 修行过程中 有许多难关 要如何打破 答 我们现在虽然出家 但是仍带有无时以来 所造的罪业跟结束 因亲在主 这些都会来讨 所以修行 你一修行 种种的境界现前 你要忍 诸位 要认命 一定要认命 认的就是你的 要不能认命 你就会苦恼无量 我们要念佛 靠念佛的力量 一关一关的打破 下午 参寅老法师 跟大众在课堂 请老和尚开始 老和尚就说 我们念佛 就是要念到花开见佛 什么叫做花开见佛呢 注意看 底下很重要 他告诉你 什么叫做花开见佛 每一句 都是心灵的功夫 怎么样才能花开见佛呢 就是凡事要去火性 火性就是急躁 攻击伤害排斥 然后嫉妒 这个就是火性 什么事情 要缓一缓 要忍耐 要和颜夜色